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清风你知道吗 狮身人面相其实不是狮身而是猫身 你是听外星人说的 我倒是真想听外星人说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 我是听一个催眠师 他叫朵罗利斯他说的 他说他当年给一个外星人做催眠 得到了一些印证 1993年的时候 他在《回旋宇宙》这本书中 就谈到了有关埃及神庙中的猫的故事 他说早期埃及的神殿中 除了有祭司之外 还养了许多的猫 因为猫它具有灵性 可以帮助祭司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些病人 他们因为身体的原因 就是行动不便 所以他们就没法到神庙里来 来接受治疗 而且祭司也不会轻易的 就离开神庙 这时祭司就会把自己身体里的 一小部分能量 就传到猫的身上 因为猫具有承载能量的能力 会代替祭司把能量传给病人 所以当时祭司也被埃及人称为猫人 所以这些都是被催眠的外星人说的 对对对 难怪埃及金字塔有个狮身人面相 原来是表示既有思想又有能量 那应该叫猫身人面相才对 那不行 不过狮子它也属于猫科动物 这倒是 而且又是万首之王 所以叫狮身人面相很有面子 表示无上的地位权力还有力量 对啊 你知道吗 外星星球上也有猫 那些外星人就说 因为猫是有灵性的动物 所以外星人也允许养猫 喵星人都说这猫有九条命 有人就说这个说法是从佛经中来的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在古埃及猫是被追问很神圣的动物 因为古埃及人认为猫是具有精神 或者是超自然能力的神圣生物 其实在古埃及的这个文化中 雌性猫一般都代表善良的女性 在这个金字塔里的这个文字中也可以看到 女神呢被看成是法老的母亲和养育者 也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保护者 那在神像的这个造型上 它有时候就是一只猫 那有的时候是猫头 再加上它女性的这个身体 那这么就是做成这么一个塑像 贝斯特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猫神 埃及的有一座城市叫扎加奇格 它的东南方有一片红色的花岗园的这个废墟 这里曾经就被猫神巴斯特的信徒奉为这个圣城 巴斯特呢他曾经在古埃及备受敬拜 而且被敬拜了好几千年 尤其是在第二十二这个王朝期间 当时他最受欢迎 当时呢法老在城市中心就给他建了一座雄伟的神殿 那这个神殿呢叫帕巴斯特神庙 建了这么一个 其实在圣经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就关于这个城市的记载啊 公元前大约2575年到这个2150年期间 这个猫头女神的形象 在埃及是相当受尊重的 它一开始呢被人们视为法老的守护者 后来就成了王者的守护神 所以呢你说这个尸身人面相啊 它是用的猫神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那说到这呢 我就要讲讲 今天我们身边的猫 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 美国罗德岛州啊 它有一个养老院 里面有一只可以预知死亡的猫 它经常是在病人临死前 大约这个最后几个小时啊 它就跑到这个病人的身边 只要这只猫一离开 就意味着这个病人很快就要走了 吹哨的这猫是 对那护士呢给这只猫起了个名字叫奥斯卡 太有名气了 对啊 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 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养老院因为这只猫的预测 给病人的家属打过150多通电话 都让病人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啊 能有这个亲人在他的身边 为他送行 即使有的时候养老院找不到这个病人的家属 或者说病人的这个家属临时来不了 那这只猫它就会一直陪伴着那个病人 直到病人离去 所以呢 这只猫就被它们叫做临终关怀猫 我怎么觉得这只猫活得这么有价值啊 就是这个 就是死亡的人的使者 或者说呢感觉死亡这个话题 不让人觉得那么难受了 因为这只猫让这个死亡的人感觉到不那么孤单了 对 这个奥斯卡它是一只灰色的中型猫 刚刚被疗养院发现的时候呢 它还是一只非常胆小的猫 总是躲着它不愿意出来见人 有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壁橱莉啊 或者是那个病床的底线你可以看到它 后来他们就发现只要有人快死了 这个奥斯卡啊就会出现了 它呢就会爬到病人的床上 这个养老院啊 他们三楼的这个病房啊 一般是用来治疗重度痴呆者的 这么治疗这样的患者呢 对于那些病的没有办法说话 没有办法认清自己亲人的人 那里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个一战 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说这人快不行了 都送到三楼去了 对啊 所以呢 有时护士呢就会把一些小动物啊 抱到病人的床上 希望这些小动物可以给那些病人带来一些安慰 挺人性的这种方法 对那护士呢也经常把这个奥斯卡放在他们认为快要离世的这个患者的床上 但是发现哈这奥斯卡哈他不待他不会留在那儿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护士判断错误啊 那个病人并没有很快就走了 他还不如那猫呢 那猫他知道 可是呢过了几天以后 你会看到 哎那只猫突然就出现在这个患者的旁边了 通常他是在患者离世前几个小时哈 悄悄的到那患者的跟前 守护着那个病人 一般来说 他都是在患者过世前的两个小时一定出现 也就是说这只猫判断的比护士要准 对啊 很准确哈 那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 当奥斯卡靠近这个病患的时候 就应该打电话赶紧通知家人了 如果那个时候你把奥斯卡留在这个患者这个房间外面 他就会抓门挠门挠那个墙 他一定要想办法进到这个病房里 那你说这只猫 他会不会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闻到了什么特殊的气味 否则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就快快要不行了呢 哎这个有些科学家就说哈 动物也许能闻到快要死亡的这个细胞散发出来的气味 不过我觉得呢 也许这只猫可以看到特殊的光 或者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啊 就好像有过这个宾斯体验的人 他们不都描述在死亡的这个瞬间啊 他们不是可以看到什么光啊 而且还能感受到光给他们带来的一些 祥和宁静的那种感受啊 所以后来这只猫他就变得很有名 是 因为呢在这个2007年新英格拉医学杂志上啊 刊登了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中就谈到了奥斯卡的故事 所以他就文明天下了 对啊 甚至哈 他的名字奥斯卡都出现在报纸的什么死亡通知书上啊 而且还出现在道词里面了 哦是赞扬他吗 对啊 有人就称赞这个奥斯卡哈 说他是死亡天使 哦我就想啊 是不是所有的猫都具备这种能力呢 其实也不一定啊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 奥斯卡他已经证明给人类 他能够感应到即将到来的这个死亡 他愿意给这些走到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啊 给他们提供一些安慰 嗯就像我们人一样啊 谁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被别人提供帮助啊 但是也并不一定谁都会给提供帮助啊 没错 而奥斯卡呢 他愿意用这个能力去体现他的价值 你说他猫啊 就让我想到了狗 我觉得狗可能也有这种功能 很多人就认为说狗也具备某种第六感 能够感觉到人的死亡的时间到来啊 最近我就读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就说 有一个叫菲利斯的心理学家他写的 他说他自己是一位非常喜欢养狗的人 他养了三只狗 其中呢 有一只八岁的母狗就有点特别 有这么一天呢 大概是早上十点多左右 这只狗就开始狂飞 然后菲利斯呢 从来没听到这只狗这么叫我 叫的声音非常特别 而且这只狗看上去很悲哀 菲利斯呢 就去了这只狗的狗窝啊 就说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 或者是生病了 但是他发现什么原因也没有 他找不到任何原因 然后呢 他就想去抚摸他 需要安慰 对 或者是给他点好吃的 或者跟他一块去玩 但是都没有用 这只狗呢 就一直在狂吠 后来哈 这个菲利斯呢 就问他爸爸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他爸是养狗的 他爸爸年轻养狗 特别有经验 结果呢 他爸爸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爸爸说 可能有人要死了 因为他爸爸以前 就听过这样的狗叫声 后来就发现有人死了 这只狗就不停的叫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家的一位 非常熟悉的一个邻居 就走到他们家后院 就让这只狗 你别再叫了 哦 他认识那只狗 对 可是这只狗 不听还是不停的叫 这个邻居呢 就告诉他们说 说他的母亲身体状况不好 就是需要他们的照顾 所以呢 在不久前 刚刚搬到他们家里来住 那这只狗这么不停的叫 就是打扰他的母亲了 对呀 肯定啊 所以呢 当时菲利斯的爸爸 就跟他这邻居说 说我们会尽力的 但是他就告诉这邻居 很可能你的母亲 可能快要不行了 哎 这个西方人 跟中国人不一样 他们就说话很直接 要中国人 你找打呢 你怎么就咒我家人死亡呢 对呀 没事 就是没事找事了 对呀 后来呢 这菲利斯和他爸爸呢 就把这狗 放到地下室里去了 但是这个狗的叫声 完全还是没有停下来 一直就这么叫 直到当天的晚上六点当中 突然这狗就不叫了 哎 这狗从早上十点 叫到晚上六点 八个小时啊 他叫了八个小时 那说明他要不叫了 他的邻居真的死了吗 真的死了 你说这只狗 他完全不认识 他这邻居的母亲啊 更不会知道 他的母亲的健康状况 而且他又被带到了 这个跟 这个环境不一样的地下室里 隔绝 隔绝起来了 还不断的这么悲嚎 直到病人过世 他才停止了叫声 根本没法解释 这只狗是怎么知道 那个人马上就要过世的 其实很多人都说 动物通灵 有一些这个动物学家 也只是猜测 说有些动物 能够预知人死亡的 这个行为 会不会是 他们对这个人死亡时 释放出了化学气味的 做出的一种反应 那科学家 测出这种化学物质了没有 当然没有了 这只是假设而已 但是我想啊 动物是具有上天 赋予他们的特性的 就是很多动物 它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 你看经常是大地震 要来的时候 这动物都会出现异常的现象 对啊 你看那个唐山大地震 当时后来不是有很多书上 都说吗 唐山大地震之前 说动物都很反常 有什么猪啊 鸭呀 还有什么猫啊 狗啊 青蛙呀 蚂蚁呀 蛇呀 到处都乱跑乱换 对 还有2004年的印度海啸发生之前 有许多动物都表现出 非常奇怪的行为 有很多动物就往高处飞 或者是往高处跑 其实有些人也具备一些特异功能 你看 不也有人说预言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过后没多久 就兑现了 还有些人 他以前得到一些什么神明的提示 兑现了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你就是告诉他 说我告诉你 我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一个大地震 这也有很多人也未必会相信 这个被你就说中了 人很难去相信科学无法认知的事物 好像我们的灵性被什么东西 就给这么阵碍住了 阵碍住了 对 其实在海澳华预言 还有地球守护者的那些书里面 还有外星人巴夏 还有金星 还有那个金星人 奥尼克 奥尼克那位女士 他们都有提到 说人类本身就具有一些所谓的超能力 包括圣经的旧约里也暗示过 说人应该具有某些能力 比如心电感应能力 但是地球上的科技在这么不断的发展 可是人的灵性没有得到提升 而且物质欲望是越来越大 而精神层面的追求是越来越少 所以人的本能就开始渐渐的丧失了 对啊 其实宗教中也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科学无法证实 所以人的思想就被障碍住了 现在很多来到地球的外星人 开始探讨关于什么灵性方面的话题 比如什么星光维度 轮回 造物主 也许会再一次的启发人们 对灵性方面的认知 其实确实有点奇怪 您看现在有很多人 他们宁可相信外星人的说法 也不愿意相信宗教界对这个宇宙的认知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外星人说的这些宗教界 都上千年来 不都一直在围绕着这样的话题在说吗 没错 关于灵性方面的话题 以后我们也继续的来探讨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千万别忘了点赞 关注按下下面的小铃铛 这样每次我们的节目一上线 您就会知道了 好 拜拜 拜拜